黄焖田鸡 这是福州的一道传统名菜 也是福州酒店常见的菜肴 选料有田鸡750克 味精25克 白糖20克 葱白20克 蒜瓣25克 烧酒20克 酱油30克 芝麻油湿淀粉适量 将处理好的田鸡去掉脚尖 每只斩成六块 葱切成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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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蒜瓣去除头尾 轻轻地拍一下 将田鸡放入酱油中腌制 然后下入八成热的油锅中炸过 再倒入蒜头 再倒入蒜头 李扔特 声中炸けて市 יה美全是 Schlage tissue 向田鸡 把柔确期许多hydram Hmed 一用来浅着俩去酒 至非 process 放入葱段和田鸡,进行煸炒 加料酒,酱油,高汤 白糖,味精 用湿便粉勾芡 淋入麻油 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田鸡要炸至金黄色 火候掌握一定要准确 这道菜的特点是半汤半菜 菜色褐黄 肉质软嫩爽口 菜色褐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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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菜色褐黄